买 听老婆你的 就买顶层 上一秒 我还在和老婆为买小区的哪一层争的面红耳赤 下一秒 我直接跪在了她的面前 此刻的我身体颤抖着 难以压制心中激动的情绪 我老婆袁秋又回来了 她被丧尸扑倒 撕咬的那一瞬间 是我至今难忘的噩梦 我重生了 回到了一个多月前 2035年1月21号 距离丧尸爆发 还有10天的时间 一开始 只是新闻里爆出来我们旁边的S是有狂犬病人从医院逃了出来 咬伤了街上的路人 当我刷到抖音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还和袁秋说 这现在走大街上都不安全了 心里还犯着嘀咕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被狗咬了 敢不打疫苗的 可接下来的不到三天的时间 事情开始不受控制了 我先是接到S是朋友的电话 告诉我他那边情况很不好 出现了不少感染者 官方已经封锁了机场火车站 以及与周围城市联通的高速公路 禁止通行 里囤点食物 已备不时之需 紧接着 大量感染者攻击路人的视频 出现在各种社交视频软件上 画面极度血腥 当时我和袁秋 开着车几乎跑遍了A市所有的超市 所有地方都是人山人海 货架上的物品被抢购一空 我们只抢到了一些泡面以及几大瓶矿泉水 直到这时 官方的公告才姗姗来迟 大意就是 这不过是小范围事件 官方已经控制所有区域 并已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让大家不要惊慌 可仅仅一天之后 A市爆发了 官方除了最开始的前几天 让市民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出门后 而到后面 官方已经开始用丧尸来称呼他们了 随着最后宫殿的中断 官方也失去了任何的消息 我和袁秋 在家里靠着抢到的方便面和家里剩下的吃的 勉强撑了一个月的时间 直到家里实在没有食物 我和袁秋在家饿了三天后 决心出去找吃的 可刚出门不久 就碰到了丧尸群 我和袁秋 相继倒在丧尸的口下 我们买的是二手房 全款 货户拿到房产证 只需要三天时间 从中介出来 袁秋一脸撞了鬼的表情看着我 毕竟 我之前可是极力反对购买顶楼的 并且列举了一堆顶楼不好的问题 而他买顶楼纯粹是因为 说买顶楼送天台 而如今 我怎么突然转性了 我知道蛮是不可能蛮下去 毕竟后面还有物资的财买 以及家里的装修 他迟早会发现端倪 还不如把事情的原委给他讲清楚 当我坐在车上 一脸严肃地把事情合盘拖出之后 袁秋沉没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又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拿了一句 不烧啊 又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也不是愚人节啊 我 我刚想解释 袁秋突然推开车门下了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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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去 我以为他是不是觉得我精神错乱了 要给120打电话 他直接抛下了一句 我刚在中间那看见隔壁在对外出租 咱得把他租下来 这样整个天台加上顶楼都是咱家的了 我可不想再死一次 很痛的 我们买的房子是塔楼结构 两户一体 如果顺利将对面房子租下来的话 我们将会有一个独立的超大空间 并且安全性也能大大提升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 我这媳妇脑子转到就是快 不到十分钟时间 他就从中介走了出来 顺手带了一张合同 搞定 房子就在中介那边托管着 压抑负一 钥匙到手了 他们刚刚看我的眼神 就仿佛就和看个冤大头一样 喂 爸 这时的我 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 上辈子丧尸病毒爆发后 就一直没联络到他们 在听见我爸声音的那一刻 我的身体有些颤抖 喂 干啥 我和老袁正下棋呢 我和你说 老袁这臭骑篓子可没劲了 哎 他下棋他玩赖他 这车都被我吃了你说还能拿回来的 听着我爸的虚导 我的眼睛红了 爸 虽然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很离谱 但是你一定要信我 我再次将丧尸病毒要爆发的事情讲了出来 并且想让他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毕竟这样也可以有个照应 你等等 这事儿我得和你妈还有老袁他们商量一下 等等 爸 你相信我的话 我原本以为他们年纪大了 怎么可能会相信我说的这些 为此 我心里还打了无数的草稿 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说通 废话 我自己的儿子我不信我信谁 我爸的话语里面似乎充满了鄙夷 再说了 你老头子当年可是看网络小说长大的 这可不就是末世重生文理烂大街的情节吗 你小子就算说你是陈北璇 我都觉得有可能 你等着 我等会给你打电话 我是开着免提的 老头子的话 让我和元秋两人面面相去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们俩是青梅竹马 都在银行家属院长大的 双方父母之前也是同事 大学毕业后 我们选择来A市工作 而父母都留在了W市老家 双方相互之间也都有个照应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 还是留在W市 时间太仓促了 还附带着春运 哪儿哪儿都赌 指不定半途中哥哪儿耽搁了 可是 爸 我愣了一下 以为他们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想继续劝劝 可直接被我爸给打断 咋了 臭小子 觉得我们老了 老胳膊老腿 没啥能力了 祸 且不说你老子我看过上百本末日小说 大几十不灾难片 看完贝爷和挨饿得全集的人 就说咱80后 啥没经历过 几十年难遇的水灾 百年难遇的雪灾 还有19和21年那两次 年轻人 社会经验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 电话那头 我岳父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臭小子 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咱闺女 要是咱闺女却割不少腿的 你还记得你初中往她书包里放来蛤蟆 被我追了三条街的事情吧 听我爸后岳父这一唱一和 一副完全不用我们担心的样子 虽然不完全听得懂他们在说些啥 想想也是 老家人少人口密度低 相对而言丧尸肯定就会少很多 也会更安全一些 在挂掉电话后 我和圆秋决定分头行动 她去超市那边负责物资的采买 而我 要赶紧去联系装修公司 着手提升物资的安全性了 三层防弹玻璃 加厚 两间物资所有的窗户都需要去换上 并且所有的窗户都要安装内置的防盗护栏 虽然我们家是在顶楼 丧尸破窗而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但是却也不得不防 并且 人在被感染成为丧尸后 听觉会大幅度的提升 而防弹玻璃同样是具有隔音的效果 门也需要换 原本开发商自带的防盗门和纸壶的差不多 就里外两层铁皮 防一两只丧尸还好说 如果数量一多 铁定没啥用 包括安全通道的门也是一样 然后是整体的室内隔音 以及窗帘需要更换 窗帘必须是那种全遮光 并且密不透风的 丧尸也具有趋光性 尤其是在夜里 灯光会把丧尸给吸引过来 因为时间太赶 我也没找那些大品牌的装修公司了 直接在小区旁边找了个 也无所谓价格贵不贵 离谱不离谱了 我体会到了圆秋租房的时候 在中介的感受 装修公司的老板 看我就仿佛看了一个智障 还是有钱的那种 当我问他能不能一个星期内搞定 他直接拍着胸脯说 五天内搞定我所有的需求 收了我五万订金后 笑脸将我迎出了公司 随后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公司 预定了五块大型的太阳能发电板 安装师傅说 三天内能上门安装完成 正好可以放在我们家的天台上 我记得没错的话 丧尸爆发后的差不多半个月后 供电就终止了 而今年冬天又是个极寒天气 没有电的日子可不好过 买这套房之前 我和圆秋是租房住的 因为隔壁租的那套房子 啥家具都是全都 所以我和圆秋约定 等他忙完后 直接去那套房就可以了 而我则开车回去 把家里的东西给收拾收拾 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把他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 啥都规制规制 一副被子也收拢一下 剩下的锅碗瓢盆啥的 一打包差不多完活 当我扛着这些东西 回到新房子的时候 圆秋也回来了 我直接找了超市 他们仓库那边 以公司办事年会和年货的名义 把物资都订了个七七八八 他们说东西太多 需要明天下午开始给我们配货 你先洗手吃饭 等会我们来核对一下货物清单 洗手 吃饭 我愣了一下 你做的 我下意识感觉到不妙 他可不会做饭 唯一一次做饭 还是在前年元旦前一天 结果我俩是在医院 急诊室的病床上跨的年 今天我妈给我发了一堆视频 是个叫什么王刚的人的 说让我学学做饭 我就学着做了一条鱼 待会儿你尝尝 对了 你爸好像也给你发了东西 说你没回他 忙了一下午 我的确没咋看手机 等我点开我爸微信的时候 看见了九九家的消息 全是视频和文件 行尸走肉15G 拳击超轻釜山形 僵尸世界大战 而甚至在预览视频里 我看见了一个外国男人 拎起一只大肥虫子咬了下去 满口爆僵 还有一个光着钉的光头男 抓着一只被压扁的老鼠 发出了GageGi的笑声 最下面还有我爸的留言 多看看 多学习学习 上辈子死得那么惨 这辈子得找不回来 吸取教训 水 明天得去商场买几台净水器 可以做直音水 在元秋略带笑意的眼神中 我将最后一块鱼肉加入口中 随后打开身旁的矿泉水瓶 猛地灌了几口水 这真的是打死卖盐的了 水这东西 反正在我重生之前 一直都是没断过的 安个净水器 也可以保不时之需 饭后 元秋拿出了今天才买物品的清单 你看看 还有什么要添置的 我等会再打电话让他们备货 咱爸妈那边 我也发过去了一份 他们说研究研究矿泉水 5LX4 30箱 12混合口味泡面 24包 15箱 卷纸 40卷 15箱 红烧肉罐头 5罐 10香 午餐肉罐头 12罐 10香 混合口味水果罐头 3罐 10香 面粉 5000克 10袋 大米 20千克 30袋 速冻水饺 韭菜肉 玉米肉 2000克 各20袋 果冻 20包 恰恰香瓜子 20包 牙膏 20条 电动牙刷头 30个 毛巾 几乎是能想到的所有东西 上到油盐酱醋 下到内裤被入 元秋几乎都是定了个满满当当 这也得亏是快过年 拿公司年会当个借口 否则就这采购量 第二天警察叔叔 说不定就得上门查水表了 明天得去家 我们也不知道得坚持多久 还可以买点新鲜的鱼鸭肉的什么冻起来 老是吃罐头啥的 仿佛记太多 我怕丧尸没变成 结果变成僵尸了 一边交代着 我看着元秋又去给超市仓库那边的人下了几个订单 还有药品 这个比较难 一次性买不了太多东西 只能说这几天多跑几个药店 一次少买点 买一班家 还有笑就心玩啥的 说实话 平常家里都是元秋在管着 如果真的让我去打理这些 恐怕我都不知道自己需要去买什么 我正准备把元秋说的记下来 我妈一个电话突然间打了过来 儿子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们的采购清单 多买点干货 例如木耳 香菇 笋子啥都常温能放的 还有就是 水果那些可不能少的 水果罐头那玩意儿含糖量太高 还有防腐剂 吃了对身体不健康 我们也想过新鲜水果的问题 不过这东西不耐放 哪怕是苹果 放不了一个月也烂了 我妈似乎就是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一样 说道 水果怕烂的话 做成果干就可以了 做法 我发元秋微信里了 你们俩待会看看 研究研究 而这时 我看见元秋看手机的表情 有那么一丝的诡异 等我通完电话瞧过去的时候 发现 她正在看我妈发过来的果干烘干的教程 教程的确是正经教程没错 可这教程的名字 一仓数日常水果零食的制作 第二天 距离丧失病毒爆发还有九天时间 装修公司的师傅 开始入场进行房屋的装修 钱果然是很不讲道理的东西 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乌乌泱泱的来了七八个装修师傅 就开始抡着价值八十的大锤 蹲蹲蹲蹲起来 一边敲着 一名师傅发出了疑惑 老板 俺瞅着那俩又是搞防弹玻璃 又是装防盗护栏 还加装加后防盗门逮 咋这么像电影里的安全污列 那俩是干啥逮 是列 俺俩是特工 嫩觉得像不 元秋模仿着装修师傅的语气 打着哈哈 随后白了一眼我 表现出来一脸无奈 谁让我们买了顶楼 孔高 又缺安全感 住得高天天觉得自己会摔下去 又觉得晚上会不会有小偷啥的 索性一次性全装了 省得麻烦 不得不说 大锤加电钻组成的交响乐 听着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 反正家里也没啥之前东西让我们看着 我和元秋决定先出门去采买点其他物资 刚从电梯下到一楼 就听见有人在喊我们 小姑娘 小伙子 刚搬来啊 楼上装修的是你们吗 看着眼前的人 我一愣 我认识她 是住在一楼的张婆婆 和她同住的 还有她12岁的孙子 上辈子 我和元秋 在丧尸爆发的前期 受过他们不少的帮助 吃过的唯一一顿热腾腾的饭菜 也是张婆婆做好后 她孙子用无人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可后面通讯中断 我们也就没有了联系 等我们出门寻找食物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家一楼的门是开到 他们一老一少 已经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道是出门了 还是 阿姨 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 不好意思 这几天我们会尽快赶工期的 元秋以为是装修声音太大 打扰到人家 连忙道歉 没事没事不打紧 老婆子我睡得早起的早 不碍事 只是看你们小两口刚搬过来 正好下楼了 所以来打声招呼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也可以找我 张婆婆连连白手 一脸笑呵呵的模样 那谢谢阿姨了 阿姨 快过年了 你们家也得多备点吃的啥的 过段时间可不太好买了 有什么需要搬的运的可以找我 我过来帮你们 我不可能说 见一个人就说要世界末日了 丧失要爆发了 不是所有人都是我老婆 或者是我爸妈 无条件相信我的 只有是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提醒了 你好 请问你药店里有退烧药吗 我们还需要一些消炎药 我老公发烧了 我想买点药医院的人实在太多了 根本排不上队 我老公已经烧了很久了 元秋搀扶着我走到药店 我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 直接靠在了医院的墙上 整张脸都是发红的 元秋则拿出了电子体温计 递给了药店的工作人员 一脸相当急迫的模样 39.7摄氏度 药店的工作人员瞧了一眼我 稍微犹豫了一下 拿出了一盒布洛芬 又拿出了一盒阿莫西林 让元秋去前台付账 等拿着药回到车里面后 元秋立刻拿出冰水 直接敷在了我的脸 又倒了点冰水 用湿纸巾擦我的脸 一边猜还一边说 没事 抹的是甜辣椒 辣度没那么高 这招好使 等会去下个药店继续用这招 布洛芬和阿莫西林还不太够 这东西可是硬通货 我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 感冒 发烧 肠胃炎 三高 心脏疼 我觉得你就差说我挨不过明天了 没办法 现在对于药物的管控是相当的严 尤其是消炎药抗生素 几乎都被归制为处方药了 我们几乎跑了一早上 是里面大大小小的药店 所以圆秋就想了这么个主意 效果还不错 听着我的话 圆秋摆了我一眼 胡说什么胡说 病毒爆发前说这话多 不吉利 赶紧配 待会还有差不多15家药店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加油 丹巴爹 像我 阿莫西林 30盒 投包 20盒 布洛芬缓式胶囊 20盒 澳美拉挫 石瓶 达喜 10盒 常盐宁 20盒 安芬黄纳敏胶囊 20盒 云南百药器物剂 10盒 塑校旧心丸 10瓶 酒精 5L 10桶 纱布 50袋 再加上些零零散散的窗口贴等东西 我们差不多是把日常常备的药给配了个遍 5 等回到家的时候 门窗以及防盗网 已经是被装修师傅给安装好了 按照师傅说的 明天差不多就能搞定这间屋子的隔一年的家装 剩下的新房子 就得等办完过户后拿到房子钥匙了 所以整个下午就变成了大型的卸货现场 从超市订购的物资 是将屋子的整个次卧 塞的是满满当当 而从商场订的两台829L 以及一台大三开门的冰箱 也直接是占据了客厅的半壁江山 圆秋开始给他妈发视频 炫耀今天一天我们的战果 结果他妈直接弹了个视频过来 喂 闺女 来看看这俩老头在干啥 穿得跟个马里奥似的 我还以为真的是专业胡强 结果 看看这器的砖 歪的都和打了马赛克一样 视频那头 我爸和圆秋他爸俩人 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 等过两天 这水泥干了 就能种点新鲜蔬菜啥的 还可以 可这话还没说完 我便听见了我妈的河东师吼 陈涛 你这碗独自的东西 你把鸡买回来 不知道检查笼子有没有关啊 下一秒 我便看见一只小鸡仔 飞到了我岳母的脑袋上 病毒爆发前四天 两间房子的安全加固 外加消防通道的防盗门更换 已经全部搞定 隔音棉也全部铺上 我爸他们倒腾阳台 倒是给了我们提醒 病毒感染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与其让天台空着 不如说是买点蔬菜水果的种子 回来种着 这样等到了天气 稍微转暖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蔬菜这些食物 也都能供应得上 正好给我们安装窗户门的 这些装修师傅 当时也都还在 我大手一挥 直接给他们转了5000块钱 让他们帮忙在天台上 砌一个花坛出来 这也不是什么难活 并且也算作是师傅们 私底下接的 不用去分给装修公司的老板 所以师傅们干起来 也特别的卖力 不到下午的时间 就将小花坛给气了出来 顺带还帮我挑了十几担土上来 告诉我这土养花绝对废 等水泥晾几天晾干 就差不多能种花了 临走的时候 听说他们过年不回去了 还要去别的地方接活 我顺带提了一嘴 说过年吃的不好买 让他们多为一点 我不是圣母 救不了所有人 我只能说去提醒一声 当天下午 老婆就从楼下的菜鸟一站 抱回了一大堆快递回来 都是提前网购的蔬菜 以及水果种子 还有很多花种子 买这些玫瑰 月季的种子干啥 你打算跟着王刚学做鲜花饼吗 我不解的问了一声 而换回来的 却是圆秋的白眼 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 马上就是情人节了 还有520 还有七夕 还有我生日 还有结婚纪念日 怎么 觉得末日要来了 可以借机不送礼物了 没门 这些花种子就交给你了 对了 如果只送花的话 太多了我可能会腻 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病毒爆发的前一天 我在家收尾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该采买的物资也差不多买的差不多了 我们后面又查路不缺的补了一些货 算是将整个出租和冰柜冰箱 都塞得满满当当 为了以防万一 我在楼下小卖部 买了几把长饼的水果刀 又买了两根竹子的晾衣杆 用麻绳绑了起来 做了几把类似于长毛的武器 这时圆秋也拿着快递走了上来 今天他去公司办理完了离职手续 把公司的东西也都搬回了家里 这是什么 看着他手上四四方方的快递盒子 我愣了一下 之前买的快递也都收到了 后面也没买什么了 你爸给你记得 说是你妈以前在银行金库里用的对讲机 信号好 穿透力强 他们留了一个 给我们一个 说指不定啥收用的上 还有这个 叫什么 收什么机 哦对 收音机 说是你太爷爷以前买来炒股用的 他们说这东西能收到广播 指不定在丧失爆发后有用 一边说着 圆秋一边将两块跟板砖式的东西 给拿了出来 摆在了桌子上 晚饭过后 我和圆秋搬了两张椅子 靠在阳台上看着夜色 还有一晚上的时间 我感慨了一声 从明天开始 就不会有这么安稳的时候了 我这几天在 恶不你爸发家族群里的小说 说不定你重生后 世界也变了呢 蝴蝶效应 丧失病毒不会爆发了 圆秋的脑袋 靠在我的肩膀上说道 那感情好 只是咱屯的那一堆 吃的喝的用的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开小卖部啊 你当老板 我当老板娘 还上什么班 老娘当社畜当的够够的了 没有蝴蝶效应 中活一世的我 也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丧失病毒爆发的当天 那条狂犬病人出逃 咬伤路人的视频 瞬间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尽可能联系我每一个朋友 将视频发给他们 告诉他们 事情远没有表面上 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不过 大多数的朋友 都觉得 我是不是平常有些 怪力乱神的公众号看多了 太焦虑了 直到 事情开始变得控制不住 直到 我们所在的A市 也有丧失病毒的出现 直到一天后 我们小区 圆秋亲眼目睹了 一起丧失爆发的事件 那也是我们小区 丧失出现的源头 我们家的窗户 正好能看见 小区的保安亭 保安被丧失扑倒 在发出几声淒厉的惨叫声后 就被淹没在丧失群里 圆秋想要发出尖叫 我迅速地捂住他的嘴巴 迅速拉上了屋子里窗帘 惨叫声 咒骂声 还有丧失口中 发出是诡异音符 声音可谓是不绝于耳 而业主群 此刻已经炸了锅 救命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我刚看见 楼下那个物业的小张 搭拉着半张脸 那血流了一地 还在那走 家里根本没什么吃的 根本抢不到 怎么办啊 我老公他们公司早上 还要他们去公司 我老公已经出门了 现在他的电话打不通了 整个社会的持续 也是在逐渐崩塌 老公 过了许久 圆秋才逐渐缓过神来 此刻的圆秋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一脸忧愁 你说 这次病毒爆发 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我轻轻地 将圆秋搂在自己怀里时 轻声道 会好的 大家都会好的 我们一家人 都能平平安安地扛过去 各位市民 请不要惊慌 请相信官方 有能力应对突发状况 请给予官方一些时间 官方一定能保护人民的生命 与财产安全 在这段时间内 非必要不得出门 若有出门需求 请务必做好防护准备 家里若有突发状况 需要求援 请联系官方 丧尸病毒出现的第五天 A是爆发的第三天 官方的辟谣 终于是换成了劝诫 一时之间 所有的电视台 都开始轮流滚动这些字幕 我们的手机上 也收到了提醒 还有不知道 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主意 居然用无人机 开着大喇叭 在小区上的晃涌 不 不断地喊着官方的那些 口号 丧尸对声音是相当的敏感 而小区大门又没有关闭 本来这两天根据观察 除了所家里面没出来的 真正在小区外面的丧尸数量没几只 可这一下子 直接是一时之间 有七八只丧尸 被无人机吸引进了小区里面 而且 我拿着望远镜 站在天台上看了一阵 瞅着架势 附近街道还有十几只丧尸 跟着赶集式的 往小区这边赶过来 这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官方和我家老头发的那小破站 那个做僵尸末日生存指南的 远古up主一样 要把丧尸拢巴拢巴 连人带丧尸的 直接一把火烧了 虽然我家住顶楼 消防通道的门已经被我锁死 丧尸又不会使用电梯卡 暂时来说 没有太大的威胁 五夕内张合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谁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越聚越多的丧尸 始终对我们来说 算是一个威胁 想着这里 我返回家里拿了个扫帚 又回到了天台 紧接着 我又拿出了平常打苍蝇的方式 盯了这无人机半天 最后七尘丹田 心手合一 喝的一声 直接是将这无人机给拍了下去 而这一幕 恰巧被后面跟着上来的袁秋 看在了眼里 老公 你这是在 打飞机吗 丧尸病毒出现的第六天 好消息是 目前还没有断电断网 电视里依旧循环混动着官方的公告 让我们等待官方的救援 可我知道 官方的救援在近期是不可能来了 隔壁率先爆发病毒的S市 此刻已经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爸给我们发了个视频 除了日常打声招呼 相互报个平安 叮嘱我们 千万要注意安全外 我爸最主要的目的 炫耀着他们 在家里阳台施行的温室大棚技术 他们种的是生菜 这种冬天异常抗冻的蔬菜 已经开始长苗苗了 而至于我们种的东西 十天前是啥样 目前还是什么样 根本毫无变化 以至于我爸这个80后 天天在视频里面开嘲讽 说百无一用时候 咱时候是被废掉的一代 此刻的我也算是体会到了 猪门酒肉臭的感觉 这时的袁秋 正磕着瓜子 拿着平板刷着王刚的视频 打算晚上从冰柜拿出一只童子鸡 试试新菜 可和我们家这种吃喝不愁相对比的是 小区的群里 此刻已经是一片哀嚎 谁家里有吃的吗 家里已经断粮了 救命 谁家有喂药 昨天把过期的面包吃了 官方什么时候能来组织救援 就算来不及救援 空投一波物资也是可以的 更有甚者的话 在病毒爆发前 你想都不敢想 新买的Sootic 换20斤大米 三瓶53度飞天茅台 换10斤猪肉 本人精壮男 求富婆收留 给的多 男的也可以 面对业主群里的球员 我和圆秋暂时选择了 装没看见 我们的物资虽然看着多 但是也不是用不完的 丧尸病毒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末日里可怕的不仅是丧尸 同样还有人心 如果现在接济他们 且不说这一家家的 消耗的物资太大 也很容易被人给盯上 我不是圣人 我加了楼下张婆婆孙子的微信 并给他们留了言 告诉他们 如果家里缺什么吃的用的 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家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提供 这也算是 为钱是张婆婆 给了我们俩一口热乎饭的报恩了 丧尸病毒出现的第七天 今天是除夕 虽然世界要末日了 但是咱这种重要的传统节日 还是要过的 一清早 我俩就起了床 我首先出门巡逻了一圈 还好 虽然丧尸病毒 已经成几何式的爆发 不过我们小区还算比较偏一点的 暂时没形成丧尸集群 安全通道的门这些 目前看着没有遭到破坏 电梯口 已经是被我们堆满了大型杂货 直接是将它给封了起来 暂时也没有被动的迹象 巡视完后 我就开始收拾家里了 给家里挂上灯笼 贴上春帘和福字 增加一些过年的色彩 而圆秋 也开始在厨房里面 开始忙活起来 准备晚上的年夜饭 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 圆秋的厨艺 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说 也只是勉强能做熟 但是比之前打死卖岩的好多了 一直忙活到晚上 硬生生的给倒通出了五菜一汤出来 不过这卖像吗 这是啥菜 我指着一盘黑曲曲的东西 半天硬是没看出来是什么 炭烤鸡肉 炭是好炭 但是鸡肉在哪里 看什么看 圆秋白了我一眼 本大小节做饭是你的荣幸 你应该三跪九寇 感恩戴德 今年的除夕 一台没有放春晚 往年我们也都是赶回老家 而今年 也只有是给爸妈那边打个视频 电话 开始云吃饭模式 或许是在这几天 积压了太多的压力 也或许是第一次远离父母 独自在外过年 当视频打通的瞬间 圆秋的眼眶直接红了 哎呀 秋秋啊 这桌子上黑乌隆隆的东西是什么 得亏2035年还没发明出 能闻着味儿的手机 小浩 这段时间可苦了你了 不得不说 圆秋他爸插壳打混的功底 那是一流 这一下子 直接是将圆秋快要收不住的泪水 直接逗了回去 爸 我是你女儿还是她是你女儿啊 自己的闺女不像着 真是的 气氛在此刻 又回到了一片欢声笑语当中 在这样的云推杯换盏中 我和圆秋都喝多了 有些微醺 转点后 我们和爸妈互相道了一声新年好后 就挂断了视频 刚刚准备趁着这段难得的时光 和圆秋温存一番 可刚回到房间 楼道内突然间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 有人居然在放鞭 而且就是在这栋楼里面 我隔的一声打个宝隔 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 末日里居然还能屯鞭炮 以前总觉得这大过年的 放鞭炮声太吵 现在 也算是感觉到了一些人气 圆秋接过来我的话茶 可刚把话说完 我们俩对视一眼瞬间面面相去 尼玛 这家伙还真探娘的是个人才 丧尸有屈生性 那一刻 我和圆秋的酒全醒了 下一秒 我拿着望远镜冲向了顶楼 这操蛋玩意 从望远镜 楼下的楼道门是没有关的 而楼道里的鞭炮声 在此刻依旧是不绝于耳 丧尸的注意力 直接开始往我们这栋楼开始移动 零零散散的 大概有二三十只 而我们这栋楼又靠近马路边 大门口的门禁也没有关 再这样下去 小区外的丧尸也得被吸引过来 现在下去关门 根本就来不及了 圆秋 你微信群里问一下是那哪个大聪明 让他们赶紧把鞭炮给捏了 这鞭炮的声音太大了 丧尸都在往这边引 回到了屋里面 我把房间里的灯基本上都给吸了 随后将我自制的武器拿了 整个人很紧张 是靠在了安全通道旁的墙壁上 没人回我 圆秋看了一会手机 回了我一句 而就在这时 鞭炮的声音突然加大了 很显然 这群家伙不知死活的又点了一挂 妈的 找死呢 我暗骂了一声 虽然加强了整体的防护安全措施 防盗门也换成了家后的 但是我依旧不敢放下一丝警惕 有丧尸进来吗 此刻是圆秋 正拿着望远镜 掀开了窗帘的一个小角 观察着楼外的 情况 外面太暗了 看不出来 那只有等了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左右 楼道里的鞭炮声终于停了 又恢复了一片死寂 这时的我和圆秋 终于是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MMP 上辈子的我 咋不记得 楼下还住着这么一号大聪明 而正当我们放松警惕 准备回房间的时候 楼下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陡然间响起 让我们起了一个机灵 紧接着 一个男人带着恐惧的吼声 就从楼道里传了过来 妈呀 这玩意儿上来了 你出了什么馊主意 他妈的放鞭炮 你别逼逼了 陈燕被咬了 我们走安全通道 赶紧往上跑 听这声音 应该是两个人的 并且楼层应该距离我们并不远 空旷的楼道 声音显得非常的大 这一刻 我们两个人的神经 再一次的紧张了起来 妈的 这俩人可真的就是卧龙凤楚 丧尸都来了 声音还这么大 生怕丧尸找不到人一般 而不一会儿的功夫 我就听见了这俩人的脚步声 而后面 稀稀疏疏的还有脚步声 以及低沉怪异的嘶吼 攒着小区 一栋楼 何德何能竟然拥有卧龙凤楚两人 小心点 等会无论如何不能开门 我们 你在干嘛 我回头提醒了圆秋一句 如果说只是一两只丧尸还好说 可单从这声音 差不多就可以听出来 涌进这栋楼的丧尸 少说也有七八上十只 这绝对不是我们俩能对付的 况且 我们谁都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被丧尸抓伤或者咬伤 在末日里 最可怕的 依旧是人 可我刚一回头 看见圆秋举止的时候 我猛地愣了一下 他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了一瓶生命之水 上面已经被他塞上了棉花 而另外一只手上 已经拿起了打火机 嘘 小点声 我们得装着这层楼没人 这是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的 我看电影学会的 实在不行 烧死他牙的 我给圆秋的话 整得有些无语 而这个时候 安全通道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已经提前将门给反锁上 手中自制的长矛 也对准了 有人吗 能开开门吗 求你了 求你们开开门 后面有丧尸 丧尸来了 救救我 有人吗 我有钱 我们很有钱 求求你了 只要有人来开门 楼下停着的那辆奔驰 就是你们的了 大约过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门外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哀求 随后 就是不断地用力拍打着防盗门 屋外的门把手 也被他拧得直响 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吧 屋外的声音是绝望的 我和圆秋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举动 这样贸然开门的结果 只会将我们两个人都搭进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直到 我听见了丧尸的声音 以及其中一个男人的吼叫 紧接着又是第二声 当指甲盖扣在门上的时候 那声音极其的刺耳 随后 我听见了丧尸进食的声音 而那两个男人的哀嚎声 也越来越低我们 救不了他们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八天 春节 我和圆秋听了整整一夜的墙根 直到天蒙蒙亮 有了些阳光 屋外是彻底没了别的动静 此刻的我们 才退回到房间里面 这时的我 拿出了之前买的无人机 将它给放了出去 安全通道是有窗户的 正好可以看见楼道里面 现在是什么情况 当无人机的画面 传输过来之后 其实两世经历漠视 但是我还是被眼前给吓住 满地的鲜血还有碎肉 一具被砍了半边脑袋的男人尸体 就这样卡在楼中间的扶手上 我们这一层 和下面一层的楼道上 有三只丧尸在 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有一只 还就站在我们门口 虽然数量不多 但对我们来说 始终是个威胁 必须得把它们往楼下印 利用无人机的噪音 我驾驶着无人机 直接顺着楼道里的窗户 朝着门口的丧尸飞了过去 无人机临距离 对在了丧尸的面前 丧尸的模样 被拍得清清楚楚 而那只丧尸 也同样是被无人机所吸引 直接挥了一爪子 拍向无人机 超强的代入感 差点直接让我把手机给摔在地上 我慢慢悠悠地开着无人机 顺着楼道往下开 一点点地将楼上的丧尸 往楼下引去 等开到24楼的时候 我看见了一地的鞭炮碎屑 以及一只只穿着睡衣的女丧尸 正啃食着一只猫的尸体 看起来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 那个被丧尸咬了的女人了 而对于这个女人 前世的我是没有任何印象的 我的原因原本是 最好能将楼道内的丧尸 全部给引出楼道 可我也是第一次用无人机 所以操作出现了失误 当飞到15楼的时候 无人机是直接撞到了墙壁上 随后不受控制地 从窗口坠了下去 这时被无人机吸引的七八只丧尸 瞬间朝着窗口涌了过去 随后站在屋里窗台前的我 便看见有两三只丧尸 直接顺着也摔了下去 呼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家门口的威胁 算是暂时解决了 而这时 我的手机却震了一下 打开一看 竟然是圆秋给我发了一个 打包的zip文件 这是什么 我问了一句 你爸之前发过来的 说是什么无限制格斗的视频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痛定思痛 我们面对丧尸 不能只是一昧地逃跑 所以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咱俩都把这个学起来 以防万一 我 此刻的我 顺手点开了圆秋发的文件 里面崩出了一堆视频 还有一个text文档 视频的名字叫做 陈赫高格斗教学 而文档的名字则是 刑法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4天 和我记忆中并没有任何偏差 断电了 不过我们家的电源 已经是接上了 在天台装的太阳能板 并且 现在基站好像没有遭到破坏 网还是能用的 而水的话 我们也储存了很多 所以停电 暂时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 影响并不是太大 一大早 圆秋里三层外三层的 把自己裹得和一只北极熊一般 从天台下来了 这天气真诡异 明明都快要春天了 天气却越来越冷了 刚刚上去看了一眼 咱种的花 连牙都没冒 真是的 看来情人节礼物是没有了 圆秋一边冬到着嘴 一边快速的哈着气搓着手 我眉头稍微皱了一下 上一世 也是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是不是末日的衍生效应 天气也越来越极寒 在屋里还好 有着五个太阳能板撑着 家里的空调全开 问题倒也不大 可一出去 屋外那可是零下的温度 而现在又断电了 也不知道小区的那群人 又该怎么活下去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二十九天 气温依旧相当的冷 官方已经是没有了任何的消息 而明明已经三月初了 A是昨天晚上居然还下了一夜的雪 雪堆得很厚 要知道 S是已经接近十年 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一大早 我俩醒来来的时候 屋外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而果不其然 我俩裹得厚实的上到天台的时候 我俩之前用保鲜膜做的 简易塑料大棚 早已经是被雪压他了 里面刚刚冒了牙的生菜 也是被压坏了 我俩是绝望的 我爸妈他们的朋友圈 都开始绣上包饺子的视频了 而我们的种菜大业 创业未半 而中道崩促也 当圆秋将菜原子毁了的视频 发到了家族群里 想要求安慰的时候 果然是受到了 他爸这位80后大爷的嘲讽 哼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为什么还不能发明 在线云偷菜技术 那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圆秋一脸愤愤不平 小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 此刻 我爸也冒了泡 你是没经历过开心农场 QQ农场 以及芝麻森林的年代 还不知道 什么叫社会的毒打 比在线偷菜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 一脸得意 看着我爸打出的几行字 我和圆秋俩人大眼瞪小眼 这应该就算做事代勾吧 而这时 我俩的注意力 一下子是落在了 楼下的丧尸身上 丧尸和人的区别 还是很大 似乎完全是 没有受到这场大雪的影响 依旧是行动自如 万无目的地 在下面晃悠着 看来 天气的影响 是对丧尸不大的 这时的圆秋 也不知道是咋想的 攒起来一个雪球 直接是朝着楼下的丧尸扔了下去 砰的一声 雪球砸在了地上 丧尸的注意力 很快就被吸引了过去 而这时 圆秋第二个雪球 也攒了出来 这次的圆秋 则很准地将雪球 砸到了丧尸的脑袋上 丧尸是没有痛绝的 即使有东西砸在身上 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于是乎 这场雪球大战 无声的雪球大战 是开始了 从目标是丧尸 到我俩之间的 互相扔雪球 直到最后 在天台上堆了两个雪人后 我俩直接累趴下 趴窝在了雪地上面 看着天上还在飘的雪花 圆秋说道 不知道 等着雪化了 这场病毒盛事就能结束了 我搂了搂怀中的圆秋 会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想法是美好的 可现实 却很残酷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35天 断网了 准确来说 是没有了任何的信号 原本的圆秋 正开着视频 给我妈展示着她做的新菜 木尔顿汤 可突然之间 视频就断了 一开始 我们以为是不是信号不好 还特意换了的地方 没信号 开机关机 开飞行模式 我们几乎尝试了所有办法 可结果依旧如此 断网 就意味着 我们失去了和父母 联系的唯一方式 同样 也失去了外界沟通的方式 当得知这一消息的 圆秋 瞬间是有些崩溃的 眼眶直接是红了 这段时间的唯一寄托 也就是能和父母 有些联系 以及知道他们 是平安的 其实我们心里 是有准备的 机站不可能 一直都在运行 尤其是在停电之后 我们都没想过 机站还能坚持这么久 可真到这一刻来临 谁的心里 也都不太好受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 坐在了圆秋的身边 学着我爸的那套口气 开始说道 别担心他们了 他们的生活经验 可是比我们丰富多了 什么百年不遇的台风 千年不遇的雪灾 万年不遇的地震啥的 不也还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还寻思着 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们没有了 会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得好好过好 接下来的每一天 等病毒结束后 让他们那几位 老头老太太看看 没有他们 我们照样活得很滋润 扑痴 圆秋是被我的话给逗乐了 笑了一声 随后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录音 那麻烦陈先生 将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到时候 我好放给你口中的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听 丧失病毒爆发的第44天 依旧是极寒 当天晚上 当我悄悄地拉开窗帘 打算观察一下 小区情况的时候 楼底下一道极强的光 突然晃了一下我眼睛 随后的我 竟然看见有一辆车 开进了小区里面 有车 是其他小区来的幸存者吗 还是官方派人来救人了 那时的我 下意识的反应 就是拿起身旁的望远镜 开始顺着车灯的地方看去 在对面一栋楼 我竟然看到了 有人从楼道里面跑了出来 老老少少四五个人 看起来是一家的 而他们 正朝着楼洞旁停着的 一辆SUV跑去 虽然隔得太远 而且是防弹玻璃 压根听不见声音 但是可以看见 SUV里面坐了一个男人 正竭力地向着这群人挥着手 可车的声音着实太大 直接是将楼洞附近 游荡的丧尸都吸引了过来 所以眼看着人群中有老人 着实是跑不动 而丧尸则越靠越近 那车上的男人也下了车 我看着身上缠满了纸壳子 手里拿了一把 类似于晾衣杆的东西 直接是护在了自己家人的面前 面对靠近过来的丧尸 不断地挥舞着手里的晾衣杆 把他们给打退 那一刻的我 手里不由地冒了一层汗 快点啊 右边丧尸也来了 而这个时候的圆秋 也不知道啥时候跑了过来 和我一样 拿着一个望远镜 正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我俩的心 可谓是提到了嗓子眼 不过还好 那个中年男人 看着还算是恐无有力 一脚踹倒离枝 妄图靠近的丧尸后 他的家人 此刻也全部跑进了车里面 随后也迅速钻进了驾驶室内 一脚踩下了车门 原本堵在车前的两只丧尸 直接是被撞飞 而车也是顺利地开了出去 直到这时 我和圆秋才算是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看这驾驶 应该是一家人 着实没什么吃的了 否则 也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 趁着夜色举家出逃的 也幸亏是我们家提前 囤了那么多的火 所以才没有这种烦恼 那时的我想起了上一世的结局 虽然已经变成了过去时 但那个画面 依旧是我至今难忘的噩梦 不过这事情的发展 好像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我和圆秋又在窗台上观察了几次 当天晚上 前前后后 居然有四五家人选择出逃 而且基本上 都是有劳有少士一家人 只不过 他们很多人 并没有像第一家人那么幸运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逃了出去 因为闹得动静太大 丧尸是越聚越多 不少人都被丧尸给咬了 成了新的丧尸 能逃出去的人并不多 这种情况很少见 至少这丧尸爆发这么多天以来 这是头一遭 之前也是有人趁着夜色进出小区 不过也都是零零散散的 出门找食物的 可人群这么多 还发出这么大的动静 很明显不符合常理 就仿佛 他们有过约定一样 可如今 电没了 通讯也没了 官方的无人机也没来了 他们 到底是去干什么 会不会 他们通过这个 收到了什么消息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袁秋拿着 我太爷爷的板砖收音机出现了 这个 有可能吗 当时的我对这个 还保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只不过是死马当活马一 开始捣鼓了起来 琢磨了半个多小时 可算是知道 这玩意儿是怎么开机的了 收音机里 竟然真的传出了 断断续续官方的声音 而后 声音也变得原来越清晰 各位市民朋友 这里是A市官方 现紧急通知 由于A市遭到严重破坏 电力及通讯设备均已受损 A市官方不得已 已撤离A市 目前已在B市体育中心 建立全基地 食物及水源供应充足 请有能力的拭目 的市民朋友 尽可能通知亲朋好友 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自行前往B市安全基地 再通知 真的有安全基地 听见这消息 我和袁秋对视了一眼 也难怪 昨天晚上大部分出逃的人 都是以家里有老人的家庭的方式 无线电广播这东西 已经是被废弃了很久了 尤其是收音机这种东西 也几乎只有爷爷辈的人才会有了 我们去吗 丧尸爆发的第52天 我们没有选择去官方 在B市组建的安全基地 其一 是因为我们的食物 包括用电 都是充足的 其二 路上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自从这个广播发出之后 也是24小时不间断循环的 后续小区陆陆续续又跑了不少人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没能跑出小区 再加上闹出的动静 确实太大 小区现在 少说上百只丧尸在里面游荡了 风险太高了 在保证房屋安全性的前提下 我们目前囤的食物 能够维持我们一年多的时间 足不出户了 可是 谁也预料不到 明天和意外 谁会先到来 当我们自信满满的 以为还能在末日里面 潇洒一阵的时候 出事了 防火防盗防丧尸 这些我们都想到了 可我们没想到的是 我们家却遭了水灾 家里的水管破了 是冻爆的 之前 我们完全没考虑过这一点 等我和元秋从顶楼回来 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整个屋子 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泽果 之前囤着的物资 很多箱子底部 都已经泡烂了 就这样飘在上面 而卫生间和阳台的地漏 则是被泡烂的纸箱子 堵得严严实实 谁很难下去 整个屋子 也因为一些插座进水的缘故 断了电 我和元秋 尝试关了家里的几个水阀 都无济于事 爆裂开的水管 依旧不断地在往外喷涌着 可自来水的总罚 却在一楼拐弯处 我和元秋犹豫了 最近小区丧失的数量 明显地增多 如果贸然下去 风险也是非常的大 可如果不下去 虽然我们囤的大部分物资 都是有密封的外包装 或者是罐头这些 用不着担心会受到污染 但目前水位还是在往上涨的 排水的速度是相当的慢 并且 目前寂寒天气依旧没有过去 满屋的水 再加上没有了电 很难说我们能够撑多久 不行 你这裹得太薄了 很容易被撕开 腰上多缠几圈胶带 小心这东西崩开 我和元秋 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下楼 我们俩 视力三层外三层 用后棉衣 把自己裹得是严严实实 衣服外面 缠了几圈纸盒子和胶带 脖子上 前后数挂了两个脖枕 用胶带缠在了一起 又翻出来了 多年前的电动车头盔 戴在了脑袋上 虽然这样看起来臃肿了很多 行动也不太方便 不过好在 这些丧尸 目前并没有像小说或者电影那样产生进化 就目前而言 行动还是偏缓慢的 我们选择了天黑出门 虽然视线会受到问题 但是同理 丧尸也一样 当我们把堆在门口的杂物挪开 打开安全通道门的那一刹那 一股极其浓郁的血腥味道扑面而来 那男人的半截尸体依旧是卡在楼道上 元秋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 我把元秋护在了身后 因为停电了 整个楼道里面黑曲曲的一片 而丧尸本身是具有趋光性的 我们只能说借着窗户外透过来的一点夜色 来缓步地往下走 其实刚开始还好 楼上的一些丧尸 都被我之前用无人机给引了下去 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可到15层往下 我们就开始听到了一些动静 丧尸的低吼 以及他们走路发出的声响 听起来数量还不少 这让我们不得不放缓了脚步 平住呼吸去走 可当走到12层的时候 我们脚不停了 9 我们原以为 安全通道的门都是关着的 楼道里的丧尸也不会太多 可这楼道的拐角处 竟然聚集着七八只丧尸 直接挡住了我们的必经之路 我的眼皮狂跳 看了一旁的安全通道门 没办法 我只能赌一把了 我示意圆秋向后退 而这时的我 拿出了身上的手机 慢慢地推开了旁边的门 点开了手机里的音乐 随后 直接向楼洞里面给扔了过去 巨大的音乐声 直接是将丧尸的注意力 全部吸引了过去 我我们俩 平住呼吸 趁着音乐的掩护 贴着墙边迅速地向着楼下一栋 就感觉脚底下踩到了什么滑腻腻的东西 再一看 竟然是踩到了一只只剩下了半截身子的丧尸 而他的一只手 直接抓到了圆秋的脚踝处 这时对圆秋再也绷不住了 发出了一声惊叫 随后脚一滑 我们两人直接滚落下了楼梯 而随身携带的手电筒 也在这个时候被摔开了 整个楼道在瞬间被照亮 逃 那一刻 已经融不得我们脑子再多想其他的东西了 很明显 丧尸已经发现了我们 再怎么躲藏也没有用了 饿得我只能是迅速的拉起来圆秋 发出了一声怒吼 楼下的丧尸也被我们的声音所吸引 我可以明显的听见 他们脚步上楼的声音 只有孤注一掷了 我把之前用竹竿自制的武器撑起 横在了面前 然后就和圆秋两个人迅速的向楼下推进 楼上也不断的有丧尸涌上来 圆秋在这个生命攸关的关头 也爆发出了绝对的战斗力 手上拿着平底锅 直接朝着丧尸的脑袋上砸了过去 一时之间 竟然被他砸到了三四只丧尸 我们也总算是逃出来楼道 可在看着身后 大约二三十只追着的丧尸 我们知道 家是回不去了 厚重的衣服虽然能够提升防御力 但是对于我们的移动来说 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不便 同时 刚刚那一波也消耗了我们不少的体力 当时的我们 已经是感觉到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极端 得先找地方躲起来 动静闹得着实太大 刚刚还只是二三十只的丧尸 转眼之间竟然有些翻倍的趋势 并且 小区的路也很多 四通八达 这些丧尸 也是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 那里 此刻的圆秋 突然间用手一指 在他手指都方向看去 是有一家半开门的便利店 便利店并不大 我拿着手电筒往里面照了一下 似乎并没有看到人或者丧尸 但也顾不得仔细检查了 我和圆秋迅速地向着便利店跑去 终于是赶在丧尸追上我们之前 逃了进去 随后 拉上玻璃大门 将手里的竹竿横插在了上面 呼 我刚想喘一口气 却听见砰的一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摔倒 而随后 圆秋的惊叫声传了过来 便利店里有一只丧尸 他扑倒了圆秋 悬殊的体型对比 让被他压在身下的圆秋动弹不得 妈的 感动我老婆 那时的我 是顾不得其他 直接冲了上去 将这只丧尸给掀翻在了地上 随后骑在了他的身上 随便抓了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 就朝着丧尸的脑袋上砸了过去 一下 两下 我也数不清自己到底砸了多少下 只能感觉到 自己身上是溅满了鲜血 直到丧尸 没有了任何动静 这是我第一次杀人 老公 都怪我 你说我们会不会就死在这里了 乌鸦嘴 别下说 你老公我可是大能重生 怎么可能轻易就把小命交代在这里 我俩蜷缩在便利店的角落 一脸紧张地观察着玻璃门后的丧尸 这次是真的没有退路了 我和圆秋 跑遍了整个便利店 没有发现后门 也就是说 那一扇玻璃门 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而此刻 那扇门前 少说聚集着二三十只丧尸 正在疯狂地挤压着这扇玻璃门 然我嘴上说着没啥问题 但是我心却在此刻 近乎跌入了谷底 这扇门 根本就撑不了多久的时间 唯一的好消息是 我们身上的确是叠满了中甲的buff 之前简单地检查了一下 身上绑着的纸板 都被咬穿了几个口子 不过还好有衣服挡着 倒都是没有受伤 可怕什么 真的就是来什么 我们休息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还在寻思应该怎么办分时候 我就听到了咔的一声 便利店的玻璃门裂了 那一刻 我直接站了起来 将圆秋挡在了自己身上 上一世 我没有保护好她 那这一辈子 就该轮到我豁出性命了 而就在我已经做好了 必死的决心的时候 突然间屋内某处传来了一阵声响 喂 闺女 你们人呢 怎么不在家里 声音是圆秋她把的 而声音来源 则是她的包里 那一台无线对讲机 喂 爸 那一天 我见识到了两位老男人的风姿 电力店外 首先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 高炕的喇叭声 直接是将丧失的注意力 全部都吸引了过去 而后 我看到了至今让我难忘的一幕 我爸开着一辆改装过的皮卡 而圆秋她爸 则站在皮卡的后备箱上 全身上下 都套着一层铁链做的锁子甲 在她的身旁 放着三个巨大的液化器罐子 而圆秋她爸 手里还拿着一把 看着像是农村烧猪毛用的喷火枪 当我爸按着喇叭 把丧失都吸引到车边后 我岳父直接打开了液化器 罐上的安全阀门 那一瞬间 巨大的火焰直接撩了起来 冲着丧失喷了过去 哟 吼 这俩老头同时喊了一声 随后我又听见了我岳父的声音 当劳资这么多年的 CF的生化危机 是白打的吗 就你们这群头脑简单 四肢不发达的丧失 我要是舔包舔到了一把加特林 早给你们秃秃了 天降正义 为了部落 德马西亚 下一秒 皮卡车启动 吸引着丧失向前猛地窜了过去 紧接着 我就听见了我岳父的咒骂 老陈 你他娘的这架照是买的吧 刚差点把我头发给撩着了 那一夜 整个小区内 都弥散了一股烤肉的味道 我说你们现在这小年轻 没了父母 以后得咋办 真是的 丧失爆发的第54天 我家终于是恢复了正常 我爸和岳父俩人 是直接将爆开的水管给修好了 而我妈和我岳母 则开始帮我们对水泡过的房间 屋子里也重新通上了店 妈 你们怎么来了 终于能吃到丈母娘做的热腾腾的饭菜 此刻的我和元秋 都在大口的炫饭 我们也终于是能够有时间 能够问出心中的问题 还不是你爸他们 发现断网了 联系不上你们了 你心里着急呀 想着你们俩从小都不咋靠谱 肯定得出啥幺蛾子 就过来了 别看那俩老头 一副新大典模样 之前可是比我们都着急 也得亏是赶上了 否则指不定得出啥事 我岳母刚把话说完 我爸的脑袋就伸了过来 怕什么 大不了再重生一次 无二陈昊有大地之姿 就是悟性太差 都重生过一次的人了 竟然还差点把自己给弄死了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87天 天气终于开始回暖了 这波诡异的天气 竟然持续到了4月份 路边不少植物 也都是被冻死了 袁秋正和我妈 还有我岳母一起 在天台重新搭建了 一个建议的温氏大棚 打算再种点蔬菜下去 这段时间 蔬菜除了罐头外 就天天都在 啃我老妈他们之前 在老家种的萝卜和土豆 人都啃傻了 而我跟着我家 两位老头子一起 全副武装 准备清理一下 靠近我们家门口的楼道 天气回暖 楼道里还有丧尸 以及被丧尸 啃碎的尸体和碎肉 已经是开始散发 淡淡的臭味了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很容易滋生细菌 最后导致瘟疫的爆发 只不过 这俩老头子 多少是有些看不起人的 我岳父背后 背着一个小型的液化器罐 走在前面 而我爸 则拿着我的自制长矛在垫后 至于我 手里拿着一个低路的喷壶 走哪喷哪 美其名曰 把最重要的活托付给了我 让我一定不要辜负组织的众望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35天 我们家又多了个新成员 一一只举猫 我也不知道 它是怎么躲开那么多丧尸的围猎 出现在我家的天台上的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这只猫正在偷我妈 在天台亮的咸鱼 瘦瘦巴巴的身体 近还不小 看见我 拖着比它体型大两三倍的咸鱼 就准备跑路 还好我眼急手快 一把将咸鱼给提了起来 而这只猫还不肯松口 就这样硬生生地挂在了咸鱼上面 任凭我把它直接提回了家里 原本以为 这就是一只野猫 进了我家之后 应该会快 就会自己跑路 可当我妈寻思 它也是可怜 给了它一根火腿肠 可结果就是 它竟然赖在我家里了 不凶不闹不拆家 给路给抱给亲亲 过起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没羞没臊的日子 而我爹看着这只日中一斤的大局 男男自语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还好 看起来没被那三号楼祸害过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68天 小区里的丧尸 在经过前段时间的高速爆发之后 也逐渐地趋于平稳下来 小说里的丧尸潮 也并没有爆发 也没有进化 咱俩老头 甚至是已经开始给肉眼 所能看到的丧尸起名字了 对面楼下 那只拖着半截身体 缓慢爬行的丧尸 叫起不来 天天围着旁边草坪的晃悠的丧尸 叫走不累 而那只没穿衣服 满小区溜大的丧尸 直接起名叫了不害臊 他们甚至于摆起了棋盘 开始了赌局 说谁要是输了 就下楼去给没害臊穿件衣服 小区裸奔 太辣眼睛了 幸好是被我妈和我岳母一套组合拳 直接扑灭了他俩的嚣张气焰 这天 和往常一样 我和元秋两人抱着大局 正在天台上溜达散步 突然间 耳旁传来了一阵嗡鸣声 我下意识地 将目光投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紧接着 一群熟悉的东西 竟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无人机 我猛地有些发愣 哪来的这么多无人机 上面挂着官方的旗帜 我有些发愣 而当无人机靠近后 我清楚地看见了 无人机身上的图是国家的旗帜 而这时 已经是飞到小区上空的无人机 突然传出了声音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这里是A市官方 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相遇 在这里 我们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将要宣布 官方并没有放弃国家 也没有放弃A市 军队 也已经集结完毕 开始对感染者进行管控与清理 针对此次不明原因病毒的疫苗 也已经研制成功 两个小时后 A市官方会覆盖A市全部上空 对疫苗及物资进行投放 大家可量力而行 也请有能力的市民 帮助身边的老弱妇孺 大家共度难关 寒冬已经散去 暖春中将到来 期待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再次相遇 各位市民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69天 我们全家都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76天 砰 夜里 首先是一声很大 类似于什么东西爆炸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没过多久 屋外的安全通道的门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了过来 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们一家人的精神 其实也一直是处于紧绷的状态 我们下意识地 直接拿起了手里的武器 所有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目光都稍稍有些警惕地 看着安全通道的门 你好 有人吗 屋外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是军人 是奉命来保护你们暂时撤离的 请问有人吗 我们没有人作答 虽然前段时间 A市官方刚宣布 会组织军人来救援 但末日这种情况 都是变幻莫测的 小心谨慎 才是第一 圆秋轻声地走到窗户前 微微地拉开了窗帘 随后目光看向了我 点了点头 得到了圆秋的肯定的答复 这时的我们终于是放下了心中的警惕 缓缓地把反锁的大门打开 映入眼帘的 是几名鹤枪实弹 身着军装的军人 他们打亮了我们一眼 随后进了一个军礼 同志你好 我们奉了A市官方的命令 前来对A市进行救援 目前 你们所在小区的街道 所有感染者已经肃清 你们安全了 待会会冒昧 会对各位进行一个身体检查 来判定各位是否是感染者的密接 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还请海涵 当我们看见这几名军人的刹那 此刻我们的身体 都是微微颤抖的 半年的时间 我们几乎没有和其他人 有过任何面对面的交流 你们安全了的那一句话 直接触达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当我们缓缓走下楼梯 走出小区的楼洞 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小区的其他楼洞内 零零散散的也有其他人走了出来 或疲惫或激动 我还看见了张婆婆 带着她的孙子 被军人从一楼保护了出来 精神看起来还算不错 看着这些人 圆秋缓缓地说了一句 原来在这个小区 还有这么多人在负重前行 此刻天气见 一轮红日缓缓升起 圆秋怀中的大局 慵懒得伸了一个懒腰 喵屋 The End 有个手工 我们做完整个小区的 我们先给你 开会 温压淡 挤出一路 我们先给你 我发现了个小匙子